明镜广播电台 BBC发表记者威克的台湾来红 题目是 卖萌好像也没什么用的蒋介石 台北的中正纪念堂 有个原先算是销入不错的蒋介石公仔 因为文化部的指示不再贩卖 拆除中正纪念堂的呼声也再次出现 走进号称是以南京中山林为蓝本兴建的中正纪念堂 不难看见蒋介石丰功伟业的影子 北伐抗日勘乱 但是没有在台湾引起争议的二二八事件 也没有后来一度让人们不寒而栗的白色恐怖 在他死后三十多年 看到这种隐晦式的赞颂展览 可能会让曾经在他威权统治之下生活过的人 会心一笑或者是一脸鄙夷 虽然如今的解说文字相比当年已经算是降调许多 但是仍然似乎带着些歌功颂德的味道 尤其是对如今取得中央执政 还有多数地方执政的民进党而言 这个被他们称作是中正庙 统派精神象征的地方格外刺眼 今年二二八纪念日的前夕 台湾的文化部指示未来中正纪念堂的展览 将会以一文为主 撤除有关蒋介石的展览 不再播放总统讲功纪念歌等等 对一些游客而言 最早他们越晚叹息的可能是原先销路还算不错的 萌版蒋介石公仔也下载不再贩卖 可爱化之后的蒋介石成了绝版真品 从1949年到1975年 这段蒋介石在台湾执政的期间 人们的记忆可能有所不同 有些人认为他是未来反攻大陆的希望 有的人则认为他是残暴的外来政权首领 这种同独两派不同的认知 使得他在去世那么多年之后 仍然是个争议性人物 而历史档案迟迟未对外公开 也让那个历史的伤口一直无法愈合 国民党也不是没有想办法软化蒋介石的形象 例如最早推出蒙版蒋介石公仔的就是国民党 国民党也曾经公布一张身穿军装的蒋介石 在办公室吐舌头扮鬼脸的相片 但是一心想要反攻大陆解救同胞的蒋介石 在人们心中留下的形象 多年来毋庸直疑的是绝对与可爱无关 虽然把他的形象萌化或者卡通化做成公仔 似乎也没能够让人觉得他是个具有亲和力的人 曾经被称为万民拥戴或者民族救星 而高度神格化的蒋介石 如今则被独派说成是与希特勒、斯大林 也就是中国所策略的斯大林、毛泽东同列 杀人如麻的独裁者 今年的228纪念日 蒋介石在各地的铜像 也再次面临了被拆、被泼欺和被砸的威胁 也再次挑动台湾统独两派 支持者最敏感的那条神经 而如今的国民党不但输了中央与地方的执政 最近还陷入了党主席选举所引发的内斗之中 惨烈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去年的总统选举 如此状态的国民党似乎也无心去保卫这位曾经伟大的蒋公 只是一再的重复说蔡英文政府的做法是挑拨族群 而一批自称最具有战斗力的党员 则是跑去保卫自己的退休金去了 蒋介石大概也没有想到自己死后那么多年 还得搞笑求生 面对要把他联盟铲除的独派势力 不过从以往的经验看来 把蒋介石在台湾遗留下来的一切都抹得一干二净 对国民党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不然每到二二八纪念日 蒋介石就成了反国民党势力的所谓政治提款机 不但取之不尽也用之不竭 而国民党也属手无策 只是当年被奉为一代伟人的蒋介石 成了国民党的包袱 的确也让如今看起来 好点有点找不到方向的国民党 大叹情何以堪 明镜广播电台 谢谢诸位收听